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禅化愿 南天虚原唐善书 正果之路 主著先佛为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将 诗曰 浮云世太莫神商 放眼人生济寸光 原道之族贪欲戒 看透不争享安康 圣事 无今日降著 正果之路 第四章 修道基础的果报 再得人生或生欲戒天 天戒可分为三类 欲戒天 色戒天和无色戒天 而生欲戒天的条件是持戒 不失 生色戒天和无色戒天的条件是除了持戒 不失外 还要加上禅定功夫 例如生色戒天需具备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的功夫 而生无色戒天需具备空无边触定 十无边触定 无所有触定 非想非非想触定的功夫 前一章《杂阿含园诸经》《长阿含游行经》中所述 以非常明白的接诸在得人生或生天的前提在于持戒 又如《杂阿含实善经》中记载 有一次 一位天神问佛陀 世尊如何修行 才能于来世往生诸天 佛陀回答说 应奉行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其语 不贪欲 不称慧 有正见 必得生天上 《长阿含善生经》中一记载 佛陀对善生居士说 若长者 长者子 远离四恶行 哪四种呢 就是 一 杀生 二 偷盗 三 邪淫 四 妄语 在现实中他将受人尊敬 身坏命中之后 也必定得生善处 上生天界 此二部经典意再次印证得生善处和上生天界的标准在于持戒 一般经典中所言的善处或善趣 是指人界和天界 由于人界苦热参半 也很容易就能体验到苦 所以能激发一个人想要止息烦恼 精进修行的心智 因此在人间容易成就解脱范形 而天界善趣中 因为其果报比人界殊胜 不但天寿长久 身体清静光明 也拥有享用不尽的五欲功德和圣庙快乐 所以天神们皆生活富足 因此天神很少有机会造不失善业 也不会想要修行 除非在人间时就常受法语滋润 有禅修习惯者转生到天界后 才会有修行的动力 例如 杂阿汗给《孤独经》中记载 二十 世尊为己孤独长者说法 是 教 照 习义 世尊说一 诸法是无常的 二 一多做不失的服饰 持戒的服饰 升天的服饰 三 洞察贪欲的未助 贪欲的过患 贪欲如何远离之服饰 己孤独长者闻法后 见法 得法 入法 解法 正得出国 杂阿汗给《孤独生天经》中记载 己孤独长者罹患重病命中后 生于御界的兜率天中 为兜率天天神 当时给孤独天神 兴起念头 我不应久住于此 当前往人间里见世尊 于是随即在兜率天中消失 出现于佛陀面前 击守佛族 退作一面 此二部经典叙述给孤独长者 正出国的原因 在于持戒 不失 减少欲贪 和明白无常的真理 在他命终生于御界天的兜率天中后 又马上迫不及待要再里见佛陀 杂阿汗《旷野长者生天经》中记载 有一位从事金融业的旷野长者 即并命终生于无热天成为首天神后 回到人间里见佛陀 佛陀问守天神说 守天神 你以前为人身时熟悉的法 现在那些法是否还熟悉呢? 守天神回答说 世尊 那些我以前为人身时熟悉的法 仍然熟悉 世尊 连那些我以前为人身时不熟悉的法 现在也变得明白了 从上述几部经典中可知 在人间有修行习惯者 升天后也会持续修行 想要礼见圣者 而且在天上也会与有修行之天神齐聚修行 但若是单纯因为造下不失之大善因而生欲借天者 一般升天之后是不会修行 也不懂得修行的 待其福报响尽之后就会转生人间 或是堕入三恶道 在这个世间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 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想要幸福的果 对于获得幸福的因却不感兴趣 当然难以如愿以偿 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未来能再次获得人参 或是能上升天界 就好好脚踏实地地持戒吧 我们一定要持戒并且修行 否则升天后就只懂得享受 不懂修行 最后还是要回到人间或地狱去 很可惜 慈悲的佛陀已经为我们规划好如何证果 我们要好好修道 不要辜负先佛的用心 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与超把祖先到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好 来 me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